愿望就是一个人想得到的东西 你想要什么东西 大人可能就会满足你 将来想要做的事情 愿望就是你想实现的 你想的也能做到的 但是未来能做到的 如果你一个人没有得到 但是又想要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就叫愿望 我叫任世瑶 今年八岁了 今年八岁 今年八岁 我今年八岁了 我叫蒋章 今年八岁 我想演一只小狗 成为一名舞蹈家 买一个读书机 当演员 我希望能当一个作家 我希望我能出去泡温血 欢迎回来 那么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 是嗨三六一 当然在我们六一节到来之际呢 我们也为孩子们准备了玩购六一的专场特会活动 在我们的特会活动当中呢 一共有61款玩具 每一款玩具呢 都有超值特会 并且呢 还可以享受买一赠六的活动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的是 我们的活动节者日期呢 是在六月一号 具体的信息呢 大家也可以登陆频道的官网 3w.ymws.com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国服务热线 4008882828来进行了解 其实说到六一节啊 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开心的 无非就是收到他们心仪的礼物了 在我的小时候呢 我最希望收到了就是 飞机啊 小汽车啊 当我收到了很多之后 我集齐之后 我会把他们整整齐齐的摆成一列 哇 超级有成就感 现在小朋友对汽车 其实这样的是比较感兴趣的 特别是我们家现在这么大 然后又是个男孩子 然后他就对什么小汽车啊 这些飞行的 什么轮船啊 这些都特别感兴趣 特别了解 有时候要开车带他出去 他就会一路上不停的问 妈妈这是什么车 所以说我还得有一定的这个知识量 才能回答他的问题 有时候他一问我什么车什么车 我完全就懵了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就有一位老爸也遇到了 跟Q妈刚才一样的问题 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小朋友买手拉招 请出自己节目 来到头儿地上 来到我夜里 我们为常愿意 为了游戏 那是什么车呀 那个吗 那个是公共汽车 英文怎么说呀 公共汽车的英文啊 我讲一下啊 应该是BUSBUS 对不对 对 知道了 这是什么车 这个啊 这个是出租车 英文怎么说 出租车的英文啊 爸爸爸爸 小房车什么样啊 爸爸爸爸 飞机和直升机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个我真的都忘记了呀 短片看完了啊 孩子们真的对各种交通工具都很感兴趣 对 像我们家小孩在三四岁的时候其实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对 但是苦于我的这个知识面也比较的窄 他看马路上那些当然知道 但是对于图片上的很多东西 他问我 我还真回答不上来 对特别是妈妈 很多妈妈对这个都不太了解的 对对对对 那怎么样让孩子们在生活当中能够非常轻松的认识车 而且呢又能够让他们对各种车的性能啊名字啊 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呢 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到一位我们的生活时尚达人 来为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 欢迎我们的小雨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雨 那么刚刚辣妈们所提到的教孩子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学中玩玩中学 那么在此呢我有一个好的建议呢 就是实景互动教学 可能辣妈们就要问什么样才是实景互动呢 下面啊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演示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张 可能大家觉得是普通的十字卡片 上面写着警车 警车 它一边出发风啊 它还有一个效果你知道吗 它一个咛咛咛的效果 闪现出来 这个警车是360度立体呈现的 对我们来看一下前前后后的警车 那它能就是发出声音吗 对啊小朋友喜欢警车是因为它可以发出声音 对不要着急 我们来试一下 轻轻点它一下 用这样的声音 对 对超有型 这是一种什么玩具啊小雨老师 那么它呢就是三维互动口袋交通工具十字卡 刚刚我看到大家很惊讶的是我把这个卡片放那立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3D的效果出来了 那么他所应用到的技术就是AR技术 什么是AR技术呢 就是一个现实增强的人机交互技术 运用到这样的一个技术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卡片 就可以进行实景复活了 他有这样的一个实景互动的教学功能 特别适合二到六岁的小朋友进行学习 小语老师赶紧教教我们吧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怎么样来教孩子识别这些交通工具 好的 那么我们的口袋交通工具呢 分为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是食物部分 那么在红色的小汽车内呢 大家看到有这样的十字卡片 对这就是我们的食物部分 有五十张卡片 就是说有五十种交通工具 包括那个海陆空都包括 对海陆空都包括 那么我们的口袋交通工具卡片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正面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背面呢我们看到有中文 其次呢我们看到在它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卡片中间呢 它有这样的三维互动识别码 只要将这个三维互动识别码呢 对准我们的手机或者是pad 就可以像我刚刚操作的那样 立刻有一个食景复活的效果了 对那么其次呢 这个口袋交通工具有第二个部分 就是虚拟部分了 要跟我们的手机pad相结合的APP 在我们下载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口袋交通工具APP之后呢 大家要记得进行这个二维码的激活 激活了之后呢 就可以在手机上或者是pad上随时随地的进行这样的一个食景复活 包括教孩子认交通工具啊 甚至可以学习英语 那到底怎么样来操作 怎么样可以让他来教小朋友学习这个单词的英语 能给我们操作一下 好的 接下来呢 就由我来教大家如何使用我们的口袋交通工具 首先呢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界面上呢 已经有了口袋交通工具已经下载好 并且激活好的我们这样的一个APP 我们点开 我们发现左边呢 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方向盘 那么我们有开始有动画有发现 在动画里呢有一小段可爱的动画 那么我们向右转一下这个方向盘 看看发现会有什么不一样 这些操作方式都很一线啊 对啊 也是一个水里的交通工具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哦 立即点一下 哎 这机出现了 对 来我们再转一下 哇 这是 景星哥 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板块 开始板块 我们点开 开始 好 好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们这样的一张卡片呢 是火车的卡片 我们把它 火车 出来了出来了 它也而且有那个火车 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 这样的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 嗯 对 我们来点一下它 火车 是一句 是吧 我们还看 全方位的观看这辆火车 全方位立体的 对 全方位立体的展现 我们看到啊 在这个屏幕的左上角呢 有中文这样的小小的三角标志 我们轻轻的点它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英文的模式 我们再来翻动一下卡片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火车 吹 哦 吹 是 纯正的美式发音 小朋友会很喜欢 他可以帮助我教孩子英文 他也像小老师一样的教我们 特别好 那能不能就是好几辆交通工具 出现在一个画面里呢 没问题啊 其实辣妈们可以来试一下 大家都来摆一点交通工具 好不好 有请各位 各位辣妈拿到这个 十字卡的时候都特别兴奋啊 希望找到孩子们最喜欢的 那个交通工具 呈现在画面上 在马路上最容易看到 然后也蛮有特征的 这个混凝土的搅拌车 maxer truck 哇 你玩也好标准 那还有哪个 我试一下这个好吗 贝贝选择的是 是热气球 非常浪漫的 热气球 我来试 海燕姐选的是 我家宝贝很喜欢这种战斗机 战斗机 哇 这个很神明 非常炫酷 哇 飞起来 水杯 哇好棒 刚才小伟老师说了 不仅可以在iPad上玩 在手机上也可以 对不对 那其实呢 我已经下好了这个软件 毕竟呢 已经打开界面了 我们来看看 我们能不能把它 呈现在我们的手机上 集体集合 哇 就像小朋友在开一个 在拍摄一部关于汽车的 或者交通工具的电影一样 太棒了 而且很多小朋友 家众会反映说 喜欢玩iPad 喜欢玩手机 怎么不如 就把我们的这个 3D互动的口袋 交通工具 放在他身边 他玩手机 和iPad的时候 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你们还记得 刚才有一位老爸 在短片当中挺饭男的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 三维互动口袋 交通十字卡交给他 看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三十块 飞机 飞机 直升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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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刚刚不知道辣妈们有没有看到 父子在玩的时候 他体现了这样的一个亲子互动 增强了亲子互动的关系 我们的口袋交通工具 不仅可以帮助大家认识到 50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以外 还可以比如说 爸妈在收纳十字卡片的时候 可以跟他说 你看天上飞的给我收纳一类 地上跑的你给我收纳一类 水里的交通工具你再给我收纳一类 这样的话也是培养了孩子 不同类别的收纳的 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 并且我们看到 比如说刚刚有警车 还有一些 可能孩子从小就说 我以后想当警察 对吧 这样的一个帮助孩子拓展 他的想象力也是极为重要的 二到六岁的小朋友 是他各方面 就是思维感官发展的 一个迅猛的时期 所以爸爸妈妈的 要抓住这个时间段 在这几方面 对小朋友 很好的引导和培养的话 小朋友将来一定是非常棒 非常不错的 在这个阶段呢 他们最渴求的是知识 所以说我们相信刚才 我们小宇老师 为我们介绍这个三地互动 口袋交通工具的这个十字卡呢 就能够帮助家长 很好的让孩子学习 关于交通工具啊 关于一些知识的一些补充 对不对 我们要再次感谢小宇老师 谢谢 还在带小朋友玩普通的十字卡片吗 神奇的三维互动 口袋交通工具十字卡 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 如神兵马良般 拥有神奇魔力的十字卡片 让每张图画都实景重现 将三维互动识别码 对准手机括派的 即可让各种交通工具 立体展现在屏幕上 水路通顺库的交通工具 让你一次看得够 点击屏幕实现互动 中英文双语教学 身临其境的3D特效 让学习变成一种时尚 由曼卡通卫视好妈团 热力推荐 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 不仅仅要为各位带来 权威实用的母婴资讯 在节目之外呢 我们也会通过频道的官网 为您带来超鲜超赞的 母婴用品服务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一起去频道的官网上 看一看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刚才小宇老师 为我们介绍到的 三维互动口袋交通工具十字卡 那在频道的官网上 进行选定呢 就会有一个超值的优惠 与此同时呢 我们在官网上呢 还推出了 玩购61的专场特会活动 在这里呢 一共有61款玩具 每一款呢 都有超值特会 同时呢 您还将享受 买一赠六的活动 那再之下提醒各位的是 我们的活动截止日期呢 是在6月1号 具体的信息呢 您可以登陆频道的官网 3w.ymw.com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全国服务热线 4008882828来进行了解 当然您还可以通过一种 全新的方式 来了解我们节目 为您提供的母婴资讯 和母婴用品服务 那就是下载 我们当好妈的官方APP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当好妈的 所有内容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 幽默好妈团 谢谢 还有谢谢我们的小语老师 当然还要感谢 电视机前您的 一如既往的关注 明天同一时间 当好妈和您不见不散 各位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